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中國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 在今個星期二開始 展開了他的歐洲五國之旅 先後已經到訪了意大利、荷蘭和挪威 明天會轉到法國 最後會到訪德國 但王毅在到訪頭三個國家時 似乎都被當地政客噴到臉皮 在講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而且還要多謝各位益友的長期支持 使得我們頻道的訂閱人數已經超越了15萬 多謝大家 王毅第一站到訪了意大利 意大利外交部長迪馬約接見他 在會上一向親中的迪馬約 竟然有提及到香港的情況 他強調說香港人的權利和自由 必須要受到尊重 其後王毅轉到荷蘭的海牙 和荷蘭外交大臣布洛克會面 布洛克在會後發了聲明 說在會上向王毅表達了 對於中國人權和香港自治的關注 布洛克還說 香港近日有立法會議員和記者分別被拘捕 加上立法會選舉遭到押後 以及港區國安法的實施 都令人感到憂慮 他指出香港保持高度自治 對於維持繁榮穩定是非常重要的 此外布洛克還當著王毅的面 提到新疆問題 對榮譽的人權問題表達了強烈關注 他說 正正因為中和之間的關係密切 即使有意見分歧的議題 他們都可以談 特別是要談到中國對於宗教和信仰的壓制 會影響到穆斯林、基督徒和佛教徒 好了 現在王毅轉到挪威進行訪問 而且獲得了挪威首相索爾貝格的接見 既然出動到首相來接見王毅 顯然挪威方面相當有誠意 而且在會上挪威首相亦沒有接見王毅 只不過挪威的議員似乎不是這樣想 有記者問到 對於挪威有議員建議 提名香港人競逐諾貝爾和平獎 但遭到王毅警告 叫挪威不要干預 王毅說 在過去、現在和將來 中國都是堅決反對任何人 利用諾貝爾和平獎 去干預中國內政的任何圖謀 中國的立場堅如盤石 是不希望見到任何人 將諾貝爾和平獎政治化的 實情這番說話 到底是否有邏輯矛盾呢 諾貝爾和平獎本來就是一個政治獎項 將諾貝爾和平獎政治化又從何說起呢 而且我還發現 特區政府的廢官榮官 很喜歡英武學洩 凡親上面說什麼 他們就照跟 於是他們就 扣上政治化的帽子給異見人士 凡親別人說什麼不合聽 就說別人將問題政治化 什麼叫政治化呢 如果問題本質 本身已經是一個政治問題的時候 又何來政治化呢 說不通 而且還說到堅決反對任何人 利用諾掌去干預中國內政 這個說法真是可笑 本身諾掌就是以人做班售單位 難道當年 羅威將諾掌頒給奧巴馬 就是在干預美國內政 純粹就是諾貝爾和平獎 下審批的委員會 他們頒獎項給中國看不順眼睹眼睹鼻的人 你便覺得他在干預中國內政 如果他頒給總書記這樣施算 你會不會說他在干預中國內政 或者頒給林鄭施算 會不會說他在干預中國內政 看不下不會 純粹就是他頒掌的對象 你看不順眼 不如直接一點更好 王毅今次的訪勾行程 目的都是相當明顯的 就是要鞏固中歐關係 避免中歐之間出現脫歐的情況 尤其是在現在中美日漸交戶的情況下 中國很想將 因為中美交戶而導致的負面影響 減到最低 目前中國受到美國政府全方位的圍堵 於是中國要取得美國的新技術 乃至是中國的產品要打入美國市場 已經是相對很艱難 於是中國一定要保留歐洲這地方 至少要保留歐洲的龐大市場 以及保留可以有機會從歐洲輸出技術到中國 至少等到不用中國和世界完全脫歐 實請中國心底裡都一定明白 若然只是與非洲、朝鮮或伊朗等國家交流 等同於是浪費 除此之外 目前中美的貿易關係弄到非常惡劣 故此 中歐之間的貿易暢順 對於中國來說顯得更加重要 在去年美國對華的貿易赤字 是在說減少了一千億美元有多 換言之 在去年中國的廠家 就在美國身上賺少了一千億美元 如果中國再失去歐洲 到時真的不搞內循環都不行 而且內循環肯定變成一潭死水 所以歐洲顯得很重要 最後一件事 就是要避免蓬佩奧推動的全球反中聯盟成功連結 其實歐洲目前來說 已經成為了中美博弈的一個新戰場 上星期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才剛結束了他的東歐四國之行 這一頭 中國外交部長王毅馬上展開了他的西歐五國行程 很明顯大家都在爭奪歐洲的支持 我們就一起檢視一下 到底中美兩國最近一次的火歐行程當中 哪一個的得著是比較多 我們先講中國 王毅在接見意大利和荷蘭外長的時候 分別都被當面提及到香港的人權問題 當然他去到挪威的時候 有沒有被問及到香港問題 暫時看報道是未曾說過有的 當然也不能排除是有的 可能只不過是未講 但是他見意大利外長和荷蘭外長的時候 人家就當面提及了 而且荷蘭還提及到新疆問題 其實這些國家在目前中美交戶的情況下 他們的發言權反而會變大了 因為中美兩國都要爭取這些國家的支持 不要理他們的經濟體 是大也好 少也好 或者他們的人口多也好 少也好 反正爭取多一個就是只有一個 所以這些國家也是不委言 可以在這些中共的高幹面前提及到中國的人權問題 以往可能要為了被毀 或者以往可能要為了顧忌著中歐的貿易關係 這些國家可能不提 但是現在也提了 最經典的例子就是一向親中的意大利外長迪馬躍 他在會上提及香港問題 就比較意外 當然 雖然意大利外長和荷蘭外交大臣 分別都有提及到香港的議題 但他們都是指於口頭上的關注 你說有沒有一些實際的舉措 暫時未見到有 至於挪威的情況又如何 人家派出到首相去接見王毅 當然就是隆重其事 而且今次王毅到訪挪威 他也是過去十五年以來 第一次有中國外交部長到訪 可以視為一個破冰之旅 但是他到訪了頭三個國家 有沒有實際有什麼協議和承諾 暫時未見到有 反而蓬佩奧到訪東歐四國 明顯地取得了更大的共識 包括他在這四個國家推行所謂的淨網行動 他成功令到斯洛文尼亞 是簽署一份棄用華為的協議 此外他去到捷克的時候 亦大力支持捷克參議院議長訪問台灣 至於去到波蘭的時候 跟波蘭簽署了一份國防協議 決定美國要增派一千名軍人駐守在波蘭 當然這個目標很明顯 就是為了抗衡俄羅斯的影響力 但是唯一敗筆之處就是 蓬佩奧在奧地利的時候 游說失敗 不能使奧地利當局 放棄使用華為的設備 但是至少他在三個國家當中 有所成就 而且取得一些實質的協議 好了 王毅其實還有兩國的行程 分別就是法國和德國 大家就姑且可以看看 究竟王毅在訪勾行程的最後兩站 能不能夠達成一些實質的協議 還是在唐當地的官員會面的時候 繼續被人關注香港問題 新疆問題噴到臉皮 好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